大家欢喜迎接农历春节的到来 不过仍有许多的弱势家庭 需要社会的关注 市长为家宴日前就协同了社劳客长和两位里长 先后前往了国峰里以及国域里 来探视两位因车祸 导致无法工作的个案家庭 除了是丁宁尽心休养 也发送了纪难纾困金 期盼帮助他们占度难关 并且也给予长期的关怀协助 也呼吁乡亲行车要注意安全 76年次的王先生 年前骑机车与他人发生碰撞 导致右脚踝骨折 韧带损伤以及关节脱位 需休养半年才能重拾工作 另一位77年次的李先生 同样在年前骑车自撞 导致头部外伤及颅骨骨折 生活无法自理 由母亲协助照顾 日前市长为家宴 协同社劳客长萧子卫 在两位里长黄秀林及杜小聚陪同下探视 捎来几难纾困金 帮助他们稍稍缓解经济压力 申请人都是因为车祸 没有办法一个工作的状态 其实也是都是非常年轻的 几乎大概七年级生 在这边也要呼吁我们所有的机车组 请可能骑车的时候也还是要注意 因为他们多半是在工作的时候受到伤害 也希望说这两起的案件的申请人 都能早日康复 快快好起来 我想复健的一个支路会比较辛苦 也希望一定要振作起来 在这边我们也会全力的在四劳客的部分 除了现在的慰问金 未来也会持续的来关注他们 我们也请辖区的里长跟里干事 一定要请他们多多关注 我们这两位申请人的一个状态 四劳客的话这边也会随时的都会关心他们 那未来还有需求的话 我们都会全力以赴来为他们 看看有什么任何的需要 来帮他们申请任何的补助 同样都是家庭主要经济支柱 因为伤病导致工作停摆 人要支付医药费和房租等开销 生活陷入困顿 魏家燕除了丁宁个案进行修养 也发起极难纾困金 并指示涉劳客协助转借民间资源基金会 做长期关怀协助 魏家燕表示 出门在外注意行车安全 劳力春节将至 仍有许多弱势家庭需要社会关注 可向当地里长或里干事反应 携手帮助战斗难关 记者长邦彦华林师报导